我刚刚是用范围部分是用这样选 然后它的缺点可能就第一个 它固定 第二个你还要按F4 还要再锁定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希望做这件事的话 我建议你用名称 那名称的话第一个 请你定义几个名称 第一个是我们将来会存取到的 是什么产品名称 区域所以按坦错键 把那个C栏到EF区这几栏选取 第一件事 特别选的时候记得是纵向选 那你会发现选的时候 也会把底下空白的资料选起来 那这空白资料为什么要选 因为反正没关系 以后会增加 增加就放一样的位置 反正这几栏都是我将来的名称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要把这几栏都定义名称 刚刚定义名称是直接输入到我们的左上角 不过现在有这么多 有四个栏 不可能说输入四个 所以特别主要 请你把功能切到公式的这个面板 公式的面板里面找到一个功能 叫做从选取范围建立 OK这个地方 从选取范围建立 那意思说我要从选取范围建立 它可以帮我同时建立四个名称 多个名称 以后的话你甚至可以全部 假设你有一堆总表 全部名称它可以瞬间全部范围建立好 这一招恐怕要学起来 因为以后它可以很快的名称都定义好了 所以我现在只有选四栏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切到里面之后 从选取范围建立 请你找到 请你打勾一个叫顶端列 为什么顶端列呢 它意思是说 请问一下你的名称在哪里呢 那因为我的名称都在每一栏的顶端 所以叫顶端列 OK所以你顶端列打勾 所以它就怎么样呢 会帮我一二三四个名称 那同时建立好 上面的名称就是下面的范围 这样应该有这个概念吧 其他当然还有什么 什么最左栏啊 什么比较少用 多半都是用顶端列比较多 OK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的话 那一样我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名称管理员里面看到 刚刚有建立四个名称 区域就这个 产品名称就这一个 Ie3推 那你会发现哦 底下就指的是范围 不过它已经指到最下面 1048576列 不过呢里面有选到空白 不过选到空白没关系 反正它有它就帮你找到 没有它就跳过了 就是空白就去掉就对了 好那我已经定义好四个名称 那假设一样的动作 我用区域再做一遍 conif 比如刚刚做过嘛 所以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 conif 然后呢 range的话 因为我要找什么 找区域 所以F3 里面有没有区域用 就是指的是北中南区嘛 那criteria就指向这个就可以了 北区找出来按确定 那直接向下填满就好了 你完全不需要去锁定的问题 而且以后下面资料如果有增加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再加一 不幸的话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看看如果假设底下 又多一个北区好了 比如说北区 看看这好不好 北区再增加 选择性 这个可能要用选择性贴上只有纸 不然的话 这个多增加几个 北区又增加几个 那因为刚刚选的时候是选这一整蓝嘛 所以刚刚的那个比数我们看一下 切过来 有没有发现 突然又本来是7笔 现在马上变11笔了 OK 所以用名称相对的 一定是比刚刚又选的 来的比较能够一劳永逸 OK 而且以后按F3 我觉得也比较好带 另外也不需要考虑说哪个 蓝要 哪个列要锁等等的问题 不用 所以其实我发现 这个定义名称非常重要 很多人好像对定义名称都没概念 没概念的话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衍生出很多问题 因为你有些地方 就是没有抓到要因 再来的话 这个怎么做 插入函数用3笔 Range的话一样F3 我要去查什么 查那个区域 里面条件就是北区的 那帮我加总的范围F3 帮我加什么呢 单位台 这个 OK 然后按确定 这样的话向下填满 完成 以后如果又有增加新的资料 他又帮你新增 就帮你又再加总 那销售额的话呢 其实做法也差不多啦 就是3米夫 然后Range的话一样是找什么 找区域 北中南区 那Qriteria给他条件 3Range的话F3 就是去查什么销售额 OK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把篮宽拉宽一点点 OK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相较之下啦 这两个给各位对比一下 如果你今天假如不懂得用名称定义的话 其实真的啦 第一个要锁 还要将来如果范围改的 你又要再改一下 所以相对的我觉得啦 倒不如你把名称定义好一下 所以特别把重点回顾一下 1先定义名称 我们定义总共有C到EF区 这四个栏位 用什么呢 公式里面的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 按确定就好 当然如果你一建立 你就不要再建立 不然它会有重复的名称出现 第二个的话就是 再到这边用那个Countif 这边去 只要按F3 就可以帮我把它完成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 改完 我看用名称的话 如果你用讲义的部分来看的话 差别原来的区域公式是上面 然后呢 我把它改完之后的结果 我也把它贴一下 假设你有些同学 只要你名称定义没错的话 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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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